郭新鄉 郭古川第十四山公路旁邊一丁雍六丁 家庭團出的非常嚴重的草味 影響到傳民的生活品質 傳民人為可能是落下的白色物 用到客流白風口的油造成這個環境的無念 經過傳民歡迎雍六丁一直都沒有改善 傳民既好參與六大湯的汙醉 向環保教來檢舉 比較侃北部條來抗議 要求相關的單位出題無念 抗議啦 借助無恙 貫出國性 抗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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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郭新鄉 郭古川搬來就讓 學法申請的洋六丁 但是長久以來 嚴重的草味加上客水的污染 傳民的驚討不住 拖牌的周圍很錯 而且又傳得滿臉的 我們在古翁公那邊打氣功 一大早打氣功就聞得到那個味道 這個距離就差不多有七百多公尺 就聞得到 那是三百多公尺 那是他們 如果老主要是更加炒 嗯 炒的真的很痛苦 很多鄉民代表都來收聽 他們表是郭古川有草莓 密造 比北上觀光高峰 尤其是已經影響 第十四山原來的加比山藥 附近的橋桑雲天經點的觀光發展 最主要是空氣污染 大概水流污染問題 最主要先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 原本我們原本都有魚好 現在都沒有魚好 整塊魚是怎麼 那就是我們這個好山好水的福古川 那就是因為這些的人 這樣來在空魚 來在早餐 啊修理我們 地鄉山一些這些的觀光 都適合我們的共菜 因為洋落荷一直都沒有改善污染的問題 全民全都敗水糕 以及掛地來出水 占對全民檢基洋落荷污染 空氣到水管的問題 更看法局長以法來辦理 民眾提供的那些水漾的話 我們等一下馬上送到南投的環保局的檢驗室來做化驗 那另外今天民眾提供的那個錄影的資料的話 我們會依據民眾提供錄影的資料來做採訪 會依非侵犯27條第一項第一款來 第一項第二款來做採訪 他已經今天是已經有做好準備了 我們都有聞到臭味 可以想像說附近的居民是生活的如何的痛苦 那我們這個水出去之後 第一個民生用水或者是一般的用水 就是我們在地的國姓鄉民 馬上就深受其害 接下來下游更是鳥嘴潭的集水區 因為汽水污染的問題影響到川民民生用水的品質 還有焦水潭的水源 管府環保局表示會加強來掛測 記者歡迎能夠暈倒欣擦鋒報到 記者歡迎成功 1,2,2,3 2,1